9月30日,网红海洋向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的最新情况 当天,海洋的配文是,人总是会走的 那就把这辈子的笑尽完再走 从这句话,也不难看出他的情绪低落 海洋主要向粉丝们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那种愧疚 直言自从被资本欺骗之后 自己的坏情绪甚至影响到母亲 但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 虽然自己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钱 但母亲也没有责怪自己 从海洋的口中,我们也不难发现 在海洋小时候,他的家境并不算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穷 那个时候经常被同村人看不起 如今海洋虽然已经成为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大网红 但网红的标签并没有让他在经济上富裕起来 因为被资本欺骗 所以海洋现在并不能在物质上给予这个家庭太多 都说父母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海洋深情告白母亲 并承诺会将这辈子的笑尽完 面对镜头更是眼含泪花几度哽咽 最后希望海洋今后的一切都能早日好起来